张坤解说三国沙 本期咱们来看一下 第一局的话是四号位大忠臣啊 主公你随便选 主公选择了小畔 那么哎呀 这里边你看好多鼠将你发现了没有 那他到底会选谁呢 选择了刘峰 那刘峰的话跟小畔是什么关系呢 就是兄弟关系啊 虽然说不是亲兄弟 但是呢是吧 现在得叫声歌 那么来吧 歌带你音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那么小畔你办事 我放心 叫什么诸葛锦啊 一看就是反对 切主的貂蝉 离婚蝉呢 也好不到哪去 所以小畔就自己动手了啊 顺手拽扬 然后呢 哎呦我去 这个有点可惜啊 有点可惜 只能说 那么揉此一来的话是吧 你有些是你心软 别人不心软 那就这样了 江南众义 东无上德 无限可击 好了 那我们就 八排呗 那叫什么来着 一个南蛮 开出去先看一看无限 然后过穿 解锁 属性杀 对 一拆 一铁锁 一属性 效果就非常好 这一轮的效果其实就 其实就非常好了 那么黄盖的话 一个解锁 连周而行 来吧 哎呀 这个是红杀啊 不打八卦吗 好吧 那这个如果发动寒冰的话 那可是典型的寒冰俩团啊 那他不亏啊 赞大发了 但是不要紧啊 你看反这个状态 我们一个南蛮 一个解锁 一个属性下去 差不多了 你说如果你补 补这两张牌够用吗 我怀疑 我高度怀疑够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内奸 你发现了没有 还来了一个输出可以 防御不是很强的一个内奸 对忠诚来讲 这绝对是顶好的消息啊 好了 那么赶紧放权过来 那么父亲定设柔等不实 没有杀不要紧 没有杀 还有正式的回合 还有包养 对不对 你干死一个 我们再一扒 基本上就是 又要再死 他反正是没有一个 说状态特别特别好的那种 他能死一个 就可以说 就能死两个 对不对 扒的你 你怀疑阴伸 那么柔此一来的话 扒手牌啊 扒手牌 不要跑去搞过拆就拆 是吧 他估计是害怕 那个刀打牛峰自己 所以有点 是吧 扒了一个刀 但是不要紧啊 现在来讲的话 你平扒 强度就足够了 你发现了没有 现在这个 那么你直接平扒 然后平砍 平扒 平砍 不需要什么花色的招数 对不对 你也不需要什么花拳绣腿 咱们就是撕在那里干 就用一刀一刀的销 跟销菜一样 那么再来一个 定设柔等不实 能死吗 能死的话 那三张牌呗 对不对 三张牌以后 这两个 他加起来也打不了多少输出啊 这两个 一反一内 那么柔此一来的话 差不多得过了 好吧 过就过吧 那你猪狗 你发不了牌了吗 没几个真人了吧 对了一个无限 这一个无限 你看这个时候啊 即使小胖不放权 你看 还有几张正八斤的 非常值得八的那种牌了 他一直都打到这种效果了 对不对 就是平八 我一张一张的八 然后配合一个包养 或者说 啥都不配合也行 反正就是这样 那这样以来的话 那这局这个效果就非常明显 当然也得益于没有那种说 不怕八的那种 反正也是偏稳定性的那种 比如你貂蝉 八一张就少一张 黄带八一张就少一张 这种反正 你八多了 你就突破了 突破了以后 一绝不认 那这局反正是吧 被你八多突破了以后 我就不给你再三层的机会了 因为你们基本上没什么牌 后期我甚至有些时候 都在八肺牌都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说他们不要给他们再有机会啊 就无脑的八八八 是不是 限速 其实就 好了 那么这一局的话 我们是一个七号位的大内奸 就不能像刚刚那么简单的任性了啊 咱们可能的任务目标更加的艰难 那么会选谁呢 选择了严白虎 严白虎非常稳啊 他不是非常爆 他是非常稳 看这能不能稳中求生 你就是难一个难蛮 你放出去以后 你抢牌以后 你剩下的杀 解除九属性 你就不能用了 反正你不能爆 就但是非常稳 这个简容的话 这个这么一拼 跳一个大忠臣呢 好吧 跳一个小忠臣 得了一个装备 高兴得很 好吧 高兴归高兴 然后来就打酱油过了呗 是吧 如果有一张杀的话 还是可以的啊 收益还可以 但是他没有 大忠在此 额等修向千进一步 哦 顺手拽扬 然后这个青刚被拽走了 反正不管有用没用 左思说我先自己捞着再说 还可以 左思的化身还可以啊 有一个小胖 相当于是必要的时候能放权了 然后回合也能猥琐了 内外都有了相当于 看这个青年给谁 给给给给 给左思 应该是坏家伙 敌人放行一乱 保镖走起 哎 配合一个保镖 相当于两个人来闪结计 应该还是可以的 那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最绝的忠诚啊 你先打赢反击再说 他这个地方有一个奋机 抢牌抢牌嘛 那就被我们获得了嘛 被弃职被获得是可以奋机的 所以这个是可以奋机的啊 像这种八号位朝王忠诚的这种啊 接触的朝王忠诚这种 反贼是愿意打的 所以说你不要说 朝王防御强怎么样 你先先干反贼 看效果怎么样 把局势先简化下来 然后我们之前说过了 白虎呢 他是文 他是不是爆 所以说你看到这个盘啊 又有决斗又有难蚌 但是呢 他不能贪多 对不对 那看等一会怎么样 效果怎么样 对就这样 反正打忠诚吧 你这个时候你 马超老二杀主公都不一定杀得中 别人杀中了主公都复仇意 有保镖 有放逐 所以说呢 你们就去欺负忠诚 然后呢 我们就来是吧 后面捞捞羊 比如说反对不是打忠诚打得带劲吗 我就让反对人一下 哎呀这个厉害了 这个厉害了 相当于是直接一杀二了 联弩也是的 他不能爆啊 不能爆 但是马超你没抢他的话 你还能接得出 所以这个人头应该是可以拿下的 因为有联弩 完了 这个决斗没有 没有没有赢 为什么要强调决斗赢 决斗赢 抢曹王的八卦是最爽的 马超一死的话 其实曹王的话 我们要占据一定的主动性了 再完全靠反对也不一定靠谱了 所以决斗没赢 有点可惜啊 非常可惜 你看南蛮开出去以后 一旦抢过牌 咱们刚刚是抢到曹丕了 也没抢到曹王 曹王最好了 抢到曹丕了 剩下就不能再出了 关你连弩不连弩 关你几个杀 只能闻 不能报 那么现在这个局面的话 你逗他 你们两个不都是那啥吧 互相去上台 挺好 然后曹王主动放弃了一个 一个八卦 还挺好的 那现在主嘲讽的话 曹王其实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 然后就是反对杀手死的问题了 就是左辞杀手把他搞掉 对不对 局势已经非常好了 就是这么个意思 非常稳 过渡到现在 局势非常稳 局势也很好 然后一个一个的解决 先打个酱油 反正曹王不是主嘲讽了 不会杀了 你去杀左辞来 也不见得能赚 下后蹲呢 会不会成为新一个妨碍我们的 也不好说 我去 突然来一个 突然来一个大叔的话 不知道 那这样一来的话 其实先解决左辞 你也别想曹王那问题了 曹王都不用想了 下后蹲 再慢慢解决 先解决一个 主嘲讽在反对身上了 转移一下 来吧 等王来教教你 什么叫破财免赞 你死定的去斩你的创吧 你看你 奋劲一下 还要靠对人的创 才能救回来 有重大的意义 什么意义你知道吗 等一会左辞求他的时候 你下后蹲就不一定有谈了 所以说这个 是吧 点倍的创 对我们也提供了很大的作用 这个兵 意义也非常大 因为他有大师的化身 你还记得不 所以说这个兵的话 应该 只要不过的话 应该是个小神兵 你看小神兵 然后我们现在又有万剑了 又有A了 就那里一样 但是只能抢一次 行吧 那送主公一个斧子呗 主公送走了一个斧子的话 那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这一轮应该 看咋样 过活穿桥 他这个地方有点小瘫了 其实 他直接先杀左辞会怎么样 左辞就裸球员吧 你杀他了 该球员谁 球员谁 但你万剑一开的话 杀出不去了 但他如果一球员一抢到 万剑也出不去了 所以说这个左辞这个技能呢 还妨碍了我们一下 如果说左辞没有 没有相关技能的话 我们是可以那个的 两个都出出去的 你可能知道 那这一局 虽然说很稳 但是现在进入了一个 离死我活的局面 说完了现在 主内反都有机会 因为你反贼被烙了 凉血 但是你死不掉 然后组 主攻残了 虽然说内奸的状态很好 但是如果反贼直接把主攻打死了 内奸也赢不了 所以说都有机会 这个斧子是一个神斧子 你不是前下后跟那啥吗 哪个你看不顺眼 枪走 对不对 你以后就你看不顺眼 枪走 所以说这个斧子 助他们的这些装备 一次性的很关键 所以我们当时那个万贱 这个想去怼反贼人头的 结果来抢了主攻 不抢了主攻 结果把斧子抢过来了 在后期 这斧子绝对是 立了非常大的功的 你不得不承认 这个斧子绝对 立了非常大的功 所以说 从此以来的话 那应该就 受制于云 哎呀 他这个地方 如果收一个人头的话 估计火攻我们还要命中 估计还要命中 好吧 那那你潮皮 该过要过了 啊 该过要过了 对 赶紧磕个头 过 防一防 吻一吻 现在又不是你死我活了 现在就是俩人单挑了 谁能赢就赢了 那么 本王 可以乐一手啊 因为前期不吻 你存一个乐干啥呀 你看 我说什么来着 你单挑前期 你自己不吻啊 你能乐一手就乐一手呗 能叫回王 嗯 刚刚那个南蛮是吧 你看乐现在丢了 上一轮就应该乐的 你这轮你你抢牌了 就不能再乐了啊 这个有点伤 但是呢 现在还有机会 所以说 如果说不稳的时候 你就赶紧乐一下 他可能觉得自己 有一个银王队 想找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去乐 但是呢 有些时候也不见得说 时机就有多么的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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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防具 主没有防具 偶尔搞一些比较淡纯的东西 反正去抢 烧杀抢虐 无恶不作 这就是是吧 等王 咱们是个王 等王来教教你 什么叫破财免灾 下一轮 应该有一个酒杀 结束 哎呀 银王盾拿走了 银王盾拿走了 不要紧啊 因为他朝铁 他只要没有报 我们现在已经稳了 是不是 我就这个红杀 我不能 我也照样赢 是这个意思的 你的状态给他好了 知道吧 能者为王 非常稳 有很多东西 稳到浪费的 比如说有些蓝蓝了 有些连卤呀 之类的是吧 不能一次性爽出去 但是最终还是赢了 那么这局的话 我们ADD局来看一下 别人家的武将呗 或者说别人家的人品呗 是吧 众教死在 非我之功 开局一个铁锁 哎呀 这一个大旺系 旺的很黑啊 是不是 他这一人 他晚上一个人过了多少张牌了 虽然说别人也有牌啊 我们这个地方慢一下的话 应该很容易觉醒了 主公他肯定会无脑的发牌的 这个蓝蓝的 是吧 他自己有个连卤 造成了伤害 怎么可能不无脑发牌呢 那么 柔此以来的话 应该主公要翻车吧 对吧 要你想一下 是不是翻车了 为什么强调他要翻车呢 因为最终ADD局 主要是组四角的人品 对不对 所以他肯定得翻车 但是他只是小翻车 因为干人在最前 后边又得了一堆牌 所以说我们没有赢啊 你发现了没有 那这主公怎么死呢 你这个牌主公能死 啊 你顺顺一个连弩的话 雷杀还能杀主公一下 我知道主公怎么死的了 坐死 坐死的 对不对 那你说 仅仅是主公坐死吗 也不一定 跟你这个主宿角的人品光环 也有很大的原因 就算是主公刻意的坐 你出死那个牌 你没了一定的浪度 你没了一定的人品光环 你好像也搞不定 所以说挺好 挺好挺好 他那些牌的不一定有闪啊 他就是 杀死干净以后 有个灰光 灰光了以后 又重新过上去的牌 所以说呢 还是终究来讲啊 你ADD局 你再猛的武将 你什么 你点蓝蓝脸土呀 什么之类 铁锁九属性呢 再猛猛不过主持角 再猛你猛猛过主持角 所以说 如果说还有啥需要提醒的话 我就只提醒一句了 那就是加坤姐 推出品 结识更多三国杀玩家 视频下方红色字幕 553123064 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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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